我這個樣子真的認不出自己 我現在的時間是六點三左右 我已經在機田那裡了 現在先去機場 然後找朋友幫我進行 然後就去大阪見啦 你們看到我的鼻子全紅了 因為我一乘飛機就開始鼻敏感 然後就一直流鼻水 我整天應該用了六七包紙巾 我們本來打算吃一間拉麵店 但排隊要排兩小時 就放了 然後就想吃壽司 誰知兩點鐘就關門 我們五點才可以再去 所以現在就去一間吃雞的店 哇 這是我見過最乳酸的親子當飯 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哇 好漂亮啊 你的影子走開 好漂亮啊 吃飽了這一餐之後 我們就走了一會兒 然後跟朋友吃晚飯 那些就遲些看怎樣剪 我們看了room tour 好嗎 其實呢 我的次序比較混亂 今天是最後一天 因為中間那幾天 一頭那一天都好 房間都被我搞得很亂 所以room tour 我最後一天才拍 但我不知道這條片 會不會放在第一條片 我們這次就住一間民宿 價錢都不錯 2800元就有四萬 就圍回700元一晚左右 其實門口是非常簡約的 它是那些鎖匙來的 我沒有鎖到 一進去就會看到 這裡有一個位置是放鞋的 跟日本很多地方的民宿一樣 一定要先脫鞋 然後房間呢 左手邊是一個廁所來的 其實有些東西是它給我的 除了這個fino的飯碗 是我自己留下來之外 哎呀 我的肥皂還沒收拾 然後呢 這裡還有一個 是浴缸仔 但其實很小的 好了 之後呢 其實可以關門也可以 不關門也可以 嗨 嗨 這裡就是我們的房間 他們說大就不算大了 也沒有電視的 那最重要 我覺得對女生來說很重要 就是有一塊全身的 然後呢 就會有一個大的衣架 上面是有些燒臭的噴霧 然後下面呢 有一堆的小毛巾給你用的 然後下面還有風筒 還有一個拖把 那床方面呢 其實兩張可以拍的 但是我們兩個懶呢 就這邊放一些戰利品 然後這邊就我們兩個一起睡 這樣 好了 來到一間房的左手邊呢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這一棵牆 但是 太亂太忙了 沒有時間拍照 我本來打算拍一些IG照 但是沒有了 然後之後 有一張桌子 我平時就在這裡化妝 然後呢 看過來後面 這裡就很好的 民宿的好處就是 會有個廚房 下面有個雪櫃 裡面是什麼都沒有的 我都沒有放過東西在裡面 然後呢 這裡有個櫃桶呢 就會有些紙巾 然後 還有燙豆 然後 這個櫃呢 裡面就有些洗頭水 護髮素 補充妝 自己可以浸的 我想 最後這個櫃呢 我都沒有怎麼開過 有些梳 棉花棒 啤牌 鑽 鑽 然後 它最好的地方呢 我用過一塊了 它會給兩塊 這些精氣眼膜 還有休足時間的 然後呢 有兩支牙刷 有一堆 京安殿堂的 Coupon 到最頂呢 如果女生忘記帶護膚品的話 我也有用來濕敷 它就會有這個 豆乳系列的 沖拿和乳液 哇 差點倒了 好了 我們在這裡住了 五天四夜 我的感覺就是 其實這裡是小的 但比起日本的一般酒店 這裡已經大很多了 它的缺點就是 沒有人幫你執放 但其實我們兩個都無所謂 我選這裡的原因 就是它近日本橋和南坡這兩個站 其實已經可以貫穿到神戶 京都 內糧 大阪的所有地方 以及機場都不用怎麼轉車 所以我自己就因為這個交通方便的原因 就選了這間民宿 那個民宿主人 在來日本之前 回覆訊息是幾快的 但是來到日本之後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為剛好忙 我有時候問他的事 例如第一天我們早來 可不可以登入 即不一定三點登入 基本上是 很後很後才回答我 但我都先來這裡附近 到現在我有問他可不可以 遲些才拿行李箱走 因為我不想用鑰匙 其實我已經收拾好了 但他都沒有回覆 所以我應該打定輸數 但第一天我真的1點半 就來到這裡確認 所以其實沒有酒店那麼緊 希望我今次租Airbnb的經驗 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 接下來的VLOG我會慢慢剪 因為實在太多 還有不知道怎樣剪 那你們等一下吧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的下午3點 和星期日的下午12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見啦 Bye